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受观众喜爱的金花是一号金花艾薇 本期任务 寻找内蒙古莫利达瓦奇达沃尔族金花 我们的寻找金花摄制组飞跃千山万水 从祖国的南方来到北方 抵达首都后改成火车 踩着大兴安岭的群角来到我们达沃尔族金花的故乡 莫利达瓦 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利达瓦奇 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达沃尔族自治区 在这里居住的达沃尔族约有六万人 据说达沃尔族是契丹人的后代 他们世代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惯 由于今年是暖冬 所以我们前往攀射的时候 当地还没有下雪 虽然错过了白雪矮矮的赛肥风情 不过眼前每一夜风光 却让你感觉似乎是来到了赛赏江南 观众朋友身后这个呢 就是尼尔基水库 可以想象得出来 夏天这里肯定是草丰水美 现在虽然已经进入冬天了 这里感觉有点苍凉和潇洒 但是远方的一个羊群呢 让这里平添了这个几分生气 让我们一起到那边去看看 慢慢这个羊群 有没有这个达沃尔族美女的线索 走 阿元 你该不是故意的吧 你好 你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 要把我的羊群吓跑了 不好意思 这样我们是广西电视台寻找金花的 来这儿啊 找这个达沃尔族的漂亮的姑娘 来参加我们节目 我看您穿着这件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我是达沃尔族 您就是达沃尔族的 我就是达沃尔族 我不是故意来吓我们的羊的 我看这边的景色比较好 然后顺便想来打听一下 你这儿有没有这个 关于达沃尔族漂亮女孩子的线索 我想问一下你 在你的这个意识里 你的脑海当中达沃尔族的美女 应该是什么样 有什么特征的 高高的 白白的 圆脸 大眼睛 挺漂亮啊 你这么认识 是长着这样的姑娘 那也是 我跟他美女特别多呀 老多了 老多了 哎呀 马上你给我接着接着呗 那走吧 那现在去吧 那我帮你赶羊 走 走吧 走 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金花的线索 阿元 你可要把眼睛擦亮哦 这是我的女儿 看你们做你们计划行不行 挺漂亮 我小了点 那好 你等了 是不是 这是我老婆 是当时的村里最漂亮的 你看行吗 挺好 也很漂亮 我会有大一点 我会有势中一点 热情的老乡给阿元推荐了村里另一位漂亮的达沃尔族姑娘 并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她 观众朋友 楼中想介绍一下 这边呢就是本期节目的一号金花 叫啥名 鹅小镜 鹅小镜 一号达沃尔族金花鹅小镜 年龄24岁 推荐理由 乌黑的眼睛和甜美的笑容 深深地打动了阿元的心 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越乎 我们的金花热情地邀请阿元到家里做客 好老婆 这个就是我奶奶了 你好奶奶 这是干嘛呀 我在行情安理 这个老人必须在行情安理 不对 男孩子情安应该是单腿情安 奶奶好 你好奶奶 在我们这儿还必须得行点烟礼 达沃尔族人仲颖仪 通常晚辈给长辈行完安请完礼之后 还要帮长辈装烟表示尊重之意 行完礼以后才问候交谈 这个我就会了 阿元虽然是初来乍到 却也做得有模有样呢 很快就赢得了奶奶的喜欢 走走来 谢谢奶奶 这炕上好舒服 你俩都好啊 奶奶 你这个炕啊 真大 你别看我们的炕大 其实做起来还有讲究的 像长辈一般都是坐在南炕 我们晚辈一般都坐在北炕 像一般外边来了客人才坐在西炕 那我是不是应该坐西炕和北炕啊 不对啊 没关系 看奶奶来了 那奶奶跟着多 跟我老两个 老柯可是阿元最擅长的了 奶奶你今天多大年纪了 七十了 七十啊 那身子把还这么好啊 这么硬朗啊 奶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行 你长孙女不是要什么条件 哎呀找个好的 老实的 能干的 常识的 那你看我多老实 我怎么样 哎呀 我丑的还行啊 哇哈哈 你喜欢呢 虽然现在室外的温度 已经接近零度 但屋内却非常的暖和 达沃尔族传统房屋的内部房顶 是用柳条编制而成 屋顶则严严实实的铺里一层 粘房草 既结实又保暖 具有防水防冻的功效 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俗称的曼子炕 指的是房内南北西三面相邻的三库大炕 从厨房的火炕到房内起去坐卧的炕 再连到屋外的天丑 火一升起来的时候 整条线就暖起来了 是达沃尔人冬天不可缺少的保养措施 在小静家里 阿元又发现了一个达沃尔族特有的东西 油车 油车 这摇篮和油车有什么不同啊